在结束乐队外出拍宣传片的回合 除了人们尚未见识过的孤独的胖子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这段 波奇受到硬死打击而导致的神机错乱 注意波奇这里的尖叫可不是什么电子音效 而还是CV青山技能真人配出来的 各位观众老爷你们好 我是阿尼妹范 看标题也知道 咱们接着来聊2022阿尼妹杯年度代表动画 获奖者孤独妖棍 那动画第一季也完结洒滑了 就正好来做一下特别全面的彩蛋总结 话放这样子了 我就不相信你都知道 本期内容几乎都是原创 我就参考了别人一丢的 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看过类似的内容 是我吵的 开聊之前还是记得订阅按赞 推特脸书都有躺平时运营 欢迎来玩 阿尼妹范会员频道正式开通 如果能帮忙支持一罐猫粮 就再好不过来 故事还是要从孤独摇滚的opening说起 无论是波奇野 锤蛇 妹妹的暑假观察日记 还是脑补世界的阿波奇拉 驱魔的咒服与脑袋上的言巴 这些内容都能在正片里找到对应的情节 另外从姐姐组的背景上 我们能看到至今都不知道她名字的音响师标志性的耳钉 以及新歌节睡觉要抱抱的小胸剑影 至于常年不省人士的广景陪伴她的自然是清酒鬼沙 以及下酒菜清鱼罐头 而这个罐头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稍后再说 这个op里的隐藏讯息还远不止于此 比如在广景亮相之后 你能看到在她爱不释手的亚马哈贝斯掉落之后 小波奇沉入了水中 而这段演出就是在暗指 小波奇看了广景的舞台大夫 学废了 在之后的学员记上表演的信仰之乐 OP开场第一个画面中 在地外空间漂浮的这个UFO 在正片中也经常出场 如果说法式是小波奇的本体的话 那么这个UFO就是 也许你会好奇 生长出波奇匠的这个壁处里有些什么呢 吉他架子墙上海报 一盏电源接在壁橱外的灯 手提电脑粉色坐垫 AKG的RG斯坦伯格的MIDI接口 这辆都是200刀左右 性价比很好 自拍用的相机三脚架 挂着可能是接线或者CD的网架 纸箱和鼓凳 对 一般家里有个鼓凳是非常多么的事情 如果这些东西正片里看不太清楚 可以到OP里看一下爆炸图 吉他架子后面这张 人类满级班运功的海报 那它了日本乐队 Kanabong的单曲《无理强求》 能看到除了把乐队名字 稍加粉饰之外 动画这里把无理强求改成了 我就要买 看上去毫不违和感是怎么回事 另外发行时间从2015年5月13日 改成了2021年5月13日 换个角度 能发现背出正面还有一张 四人宇航员月球自拍 这张奈他的还是Kanabong 说到这首全速前进的MV 如果是我频道的老观众 一定会觉得特别有即时感 我放一 哎 遇到地区限制 为什么不试试 Surfshark VPN 快速安全稳定的Surfshark 一直是业内最优质的VPN之一 你是否遇到想看的影片被区域限制 这个时候只要使用Surfshark 选择需要访问的国家 点击Connect 系统就会帮你链接最快的服务器 轻松和网络高墙贼顾摆 Surfshark提供超过3200个服务器 分布在全球100个国家 现在的动画真的是全球开花 有了Surfshark 无论是Baha B站还是网飞独家 通通不在话下 Surfshark还可以保护你的网上隐私 相当于给你的IP地址加个防护罩 这样那些企图用逆追踪偷你信息的黑客 将毫无办法 最棒的是它是不限链接设备的 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账号 你就可以和身边的好友一起使用 30天内退款保障 247全天后客服陪你聊天 现在使用Anime Fan专属链接下载 就可以获得17折的优惠 还额外赠送3个月的使用期 我操对比过别家真的是相当便宜 链接我放在影片资讯栏了 有需要的朋友真是上车的好机会 不难看出小波其实是这个哈纳泵乐队的粉丝 而为孤独摇滚第一首片尾曲Distoration 创作词曲的谷口尾 正是哈纳泵乐队的主唱 这波制作组在大气层 第一集开篇 我们看到了孤独王女的成长历程 简单来说 幽儿期是俩球 生往年期俩颗星 最后成功进化成了阵方体 所以说这个本体法式 本来就处于量子态 这会变成啥样都可以嘛 想要刷存在感的波琪 跨包上面的这些个徽章分别 连踏了摇滚乐队 Super Beaver Kipi Hap 以及The Crow Magnus 想要刷存在感的波琪 穿到这件战斗服 上面写着 这是头牛妈妈 波琪对于Rock的理解 果然是深不可测呀 而这件牛妈妈的衣服 也有说取迹乐队 猫猫儿鱼盃 想要刷存在感的波琪 一直在看的这个杂志 封面应该是Neta的乐队 Back number 你能相信吗 三连招下来竟然全部miss 就我一个觉得是这个班的同学有问题吗 需要内部型 需要外开花 很快啊 红夏就申请野生波琪一支 并成功带到了自家开的这个Stereo Life House 这个地方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它的原型就是位于东京市田谷区的下北则Shelton 那从漫画到动画制作组的各位啊 没少来这喝一杯 我只取材 大门口楼梯旁贴满的乐队海报 墙上哪儿哪儿都有的入场门票 黑白相间地板的舞台 舞台对面橘色的园中 六面形的桌子 像有走到底在左转的厕所 以及吧台下方的可燃垃圾箱 薄吉江的父亲在漫画里是没有提过名字的 而是在动画第一集片尾中正式命名 Life House内部的这些个海报啊 也是抄什么抄 这些都是原画师亲手设计出来的 一共30多种的 就可能参考了别人一丢的 第四集开篇 梁的手掠过了Life House门口的一张 介绍女子乐队的海报 注意左下角的这位 是不是有点眼熟呢 不难想到这个The Happiness乐队啊 就是两原来所在的乐团 只不过从照片来看啊 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 但这不妨啊 喜多将把这张海报贴在自己的鬼房里天天供着 新歌姐最喜欢喝的饮料是这个 好孩子苹果100 不仅在正片里喝 OP里做的也是这个 第二集在Life House露了个脸的 这个男子乐队Alexandiam 无论是红夏还是新歌都在夸 而他们的歌啊 确实好听 虽然只露出来两三句啊 但能感觉到完成度很高 不错 这首歌却有出处 来自Foozy Logic乐队 在八月里搬着手指算着 能在镇上遇到你的概率 动画一地音响协力之一的西田归西 正是Foozy Logic的主唱 而这首歌就是他写的 所以你在动画里听到的 并不是翻唱 而是原唱 而且Foozy Logic当年啊 真的就经常在下辈子Shelter活动 而且波奇将当年在电视里看到的乐队 也是Neta的Foozy Logic 之后有听到的一点点前奏 来自他们的歌曲Holoria 没有闯出多大名唱的Foozy Logic 已经解散多年 他们的歌曲也渐渐被时间淹没 这次随着忽独摇滚的大火而重新受到关注 很多人想办法去搜他们的歌 西田场估计做梦都没有想到过吧 同一集中 喜多在卡拉OK里唱的歌 慈是漫画原作冰露金 曲是漫画的音乐兼修instant 这私货加的好硬啊 第三集开头 小波奇觉得自己可以了的脑补中 出现了一个戴墨镜的大叔 俩巴雷舞小姐姐和龙虾 这里呢 就是连他了亚西亚功夫时代的歌曲 《突腰烫》的MV 之后不久 小波奇觉得自己又可以了的脑补中 这个叫Soundstation的综艺节目 奈他的是日本老牌音乐综艺Musicstation 这个戴墨镜的荼豆呢 致敬的是节目主持人田森 他从1987年担当节目主持 一直干到了现在 21年还获得了直播音乐节目 史上最长时间主持人的吉尼斯世界节目 在不获落跑吉他手喜多的案发现场 梁和红夏抱着很多能量饮料 MUVST 明显就是山寨的Monster 魔爪 不过人家也没在骗 不是安娜这drink 是哈玛技 关于这个MUVST的软植入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有讲过 不仅仅是饮料 甚至是自动贩卖机上都是 而且是把三次元中真实存在的红牛 抹掉自己一家独大 稍加留意 会发现动画中可口可乐的特写也很多 而且这几天我重新翻开漫画才发现 原来红夏手里捧着的 其实是红牛啊 红牛 给你机会你不珍惜 就别怪别人偷家了呀 动画第四集 接收到了为新歌作词任务的波奇 将不出意外的 歌词一句没写出来 签名倒是练好了 这里左边写着的Goti 正是波奇圆形后腾正文的笔名 波奇自我深度催眠 幻想成为现冲的这一段热物 来自1977年名作《周末夜狂热》中演员约翰特拉瓦尔塔的经典文部 结束乐队四人集合在夏北则车站准备找地方拍宣传照片 你能看到集合的时候四人手臂上没有东西 找地点的时候也没有 但是开拍样片的时候 每个人手上就多了一个黑色的CableTie 甚至是在波斯拉的脑补中 大家都还带着 可想而知啊 这是在拍照之前就说好了的 严格来说这不是个彩蛋 只是个制作组的懒得解释的演出细节 拍照的间隙情绪高昂的红夏宣言 妹子们信不信信多少不知道 但是明显持多组是听进去了 三次元利 2022年12月28日 结束乐队首张专辑发售 集齐了动画中主题曲片为曲 插入去没有收入的印象歌共14首 发售当日爆卖36000张 并以超过7万张的销售记录 问定Billboard Japan周榜 大天使的梦想还没开始 就达成了 第五集 有钱了的波奇脑补出的这个shopping list中 扑现了这两套漫画是孤独的石头 以及沉迷脚肌的漫画孝心大小姐 作者都是哈马迹富语 这带货带的我都有点麻了 稍后这个改变乐队形象的蘑菇头造型 应该就是在致敬The Beatles 新歌姐在准备的这个8月演出名单 虽然不是百分百肯定 但八成都有原型的它 试音会上演奏的这首结束乐队首支单曲 吉他与孤独与蓝色星球 是在漫画里原来就有的 据冰路老师爆料 于是对于动画的音响编度 这就是一篇命题作文 题材不限仅限时刻 然后不好意思 人家就写了个满分 吉他孤独与蓝星 除了这首歌 还是不是觉得在什么地方也 第六集中 依旧是在波奇匠的脑补里 这个合格的logo 以及后面的舞台设计 明显来它的就是鱼韵乐队的新宝导 而这位小波奇的平T 特别活泼的新人吉他手 从华丽的衣室和天使翅膀的吉他可以看得出 应该是在致敬日本传奇乐队的 Alpha的吉他手高见泽俊艳 除了魔爪 可可可乐 纸包装的鬼沙 清酒 另一个确定是给了钱的饮料 是这个Strong Zero的啤酒 之前一期有提到 孤独摇滚动画每一集的题目 都是出自AFK的歌曲 而这集题目巴景也是如此 金泽巴景是个地名 这个地点 有看我圣地熊里的同学 应该很熟悉 就是小波奇他家 这一集也就是在巴景车站附近 小波奇与广景相遇 说到我们的乱缘之一的酒鬼广景 他的原型是乐队88个所的主唱 及贝斯丹当马克利特广景 从其推文的酒精浓度来看 就是他了 而动画中广景所属的乐队 SickHack无论是人员编制 吉他手的名字 迷幻摇滚的风格 都与三次元的分身如出一辙 这一节对应的漫画第17话 风面图毫不意外地 耐达了88个所的单曲 在这一首歌的MV中 除了发疯的贝斯手 你还能找到一个熟悉的东西 红夏和喜多来小波奇家开会的这一趴 更没有多少 但演出的细节安排从头拉满 比如在上完厕所之后 小波奇惊奇的发现 难以融入这个奇乐融融的原生家庭 可不是嘛 就你的杯子是可乐 其他都是黄色的橙汁 事实上小波奇在可选择的情况下 一般喝的都是可乐 这个事情比在故事的很多地方都能发现 而在饭局刚开始的这个俯视角 可以看到同桌的妹妹喝的也是可乐 所以那个时候不宜有她 只不过转个视角 因为妹妹的杯子是不透明的 就神奇地形成了对于波奇这样的牌子 从第八集开始 动画导演终于把触手伸向了动画梗 首先在这一集 波门第一形态 巨风都给吹没了好一会儿 在之后获得鱼级加持的小波奇还开了第二以及第三阶段变身 再演下去就要龙珠GT了 说到龙珠之后小波奇被老鹰干趴下的这一幕 脸都不露但辨识度极高 结束乐队成团的首场演出之后 首开波门的波奇枪燃尽了好一段时间 说到明日之障 我觉得上一回波奇因为掀了刘海而直接气化身仙 这满屋子的白灰估计Joy也很熟 这个因为制作没钱而诞生的EVA拍巴掌梗了 玩一次不够下班后还有第二次 同样是来自EVA不认识的天花板 这个梗已经快写一字典了 而范某认为本场最佳 还是在暑假末尾三人拖着当机的波奇枪去海边玩的时候 前者不幸被老鹰丁上惨遭围剿 如果你看过EVA旧年电影真心为你 首次演出之后的庆功宴上波奇降不出意外的再次并发 这里如果不能高中出道未来将是一片惨淡的脑补画面 早在2019年新人原画师卡罗里拉就用爱发电 把这一幕做出来并发了推 你能看到在这条推文之下 冰露老师还留言感谢来了 三年后卡罗里塔成为了孤独摇滚的总座舰 波奇降在家穿的这个衣服上写着 nomogaku 不想上学 不是说衣服是老妈准备的吗 甚至除了罗马英 还有日文吧 暑假梁一个人在家看的电影 明显海梦和五条同学也看过 还有这个后面抢东西吃的老N也是越看越眼熟 反正都是一家人做的 在电车上红下像喜多展示 梁其实是个笨蛋 摇晃脑袋可以听到脑子在头颗里滚来滚去的声音 后者信仰崩塌 而前者在思考 这个营销是否可以运用到新曲当中 于是乎我们就有了第二首异地 格拉格拉 现在我在听这首歌 就一直在找有没有小脑滚动的声音 第十集开头 活在波奇梦中的体育馆演唱会 就叫三十一届秀华特别梦舞台 别的不说 波奇这样在梦里还是挺清醒的 听到要在学员纪上演出的波奇 露出的高级艺术营迹 来自毕家所名作作者的女人 后面就逐渐演变成了门客的呐喊 据制片人民元桑爆料 波奇将觉得自己又又又行了的脑补中 这张波奇将学生时的大头照 是制作组真的将原画打印成照片再拍照 这就叫强行实拍画面 酒鬼广景的主场新宿Flot 其原型就是东京的新宿Loft 就如同名字都懒得多改 室内设计是能抄则抄 一点都没有客气 SickHack乐队的吉他手之为伊莱莎小妹 动画宅女一眉 做自我介绍时拿出来的挂饰不是奈他 就是女孩的钓鱼慢活的女主 还指日和雨还指小春 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方文宇宙就是这么来的 十一话开头 这个喜多主持的金爆后腾一里的秘密生态大揭秘节目 奈他的是NHK电视台有名的自然科普节目 达尔文来了 这一幕的重点毫无疑问 酸田良的笔物是世界的山田 果然是个很大气的名字 他的头像是陶勇 磨勉是吧 顺带一提红下的头像是呆毛本体 喜多的是第二把吉他 至于小波琪目前尚未披露 和胖子一样 听闻大女儿要在学校登板演出 老父亲二话没说入手 DV准备全程记录 至于小女儿 当然是要复刻一下亲爱的姐姐曾经的射牛舞蹈 在这部作品主要饭service提供商量的脑补中 小波琪缠着黑色绷带在海上演奏 奈他了金肉教主西传贵教非著名MV HOT LIMIT 最后一话中 面对断弦的绝望 小波琪抄起广景的掉落物品 上演了骚的精彩绝伦的酒瓶滑棒 成功渡过难关 播送结束后 负责给这首若能化为新作编曲的三井绿狼老师拍了一支吉他cover影片 并在副歌的时候用钳子把第一弦剪断 拿出一样的玻璃酒杯 重现了动画中的内容 第一集与最后一集的片名合起来就是亚西亚功夫时代的歌曲 翻转岩石 陈光散落你声 这首歌也是作者冰露桑清定的波琪将角色曲 以品味孤独开头 以走出孤独努力向前收尾 就如同OP最后 从波琪将孤身一人演奏 与其他三人不再同一频道 到最后四件乐器终于同台合为一体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成长动势 有关孤独摇滚第一季的彩蛋 就略略的略个鸡毛二十多分钟了呗 等货业级分分钟叫你做人 谁叫谁做人呐 原来真没想做这么长 但随着挖掘深入就越发觉得 Cloverworks处理深不可测 中途想要撤但已然不能 就洗麻辣了 在这个短视频乱飞的年代 这样做简直是死沙般的行为 那看得开心的话就点赞关注转发一波呗 感谢收看不只是聊个卖 那我们下次再聊 请不吝点赞关注转发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